每次我看到智云发布新品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公司怎么还没有倒闭啊 在2022年6月15号这天 智云和大江同时发布了新的稳定期 产品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创新之处 一个加了生态 一个品牌发布了一个涨脱 5年前我因为想淘汰掉我的Gladicam 我买了云荷尔的稳定期 全家不是打折的稳定期 我是韭菜 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遍地的快装 导致每次使用稳定期都需要调频 加上闪电的调价 以及一些奇奇怪怪的缺点 可是总体来说 云荷尔还是个OK的稳定期 但是之后至于每一款稳定期 从体型比较大云荷系列 轻巧的M和VB系列 以及手机的Q系列 除了M3加了一个麦克风之外 其他的稳定期每一代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我不太理解 就觉不觉这次新发布的VB3 特别像M3加个小云台啊 就拿同样的两个稳定期来说 云荷2跟最新的云荷2S 差别在于可以上更大的镜头 但是你都用了单手稳定期了 你为什么会上大镜头 你为什么不买大将 就像我买法拉利 是因为我没有那50块钱优惠券嘛 从技术角度来说 稳定期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你需要让相机稳定住 去除XYZ三个轴的抖动 来拍出更稳的画面 对吧 如果在配屏做好的情况下 稳定期都不能保证相机的稳定的话 那它就不叫稳定期了 当然不排除有些厂商是面对自媒体和韭菜发布的产品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我觉得早期的稳定期跟最新的稳定期 在稳定性上面其实是没有什么显著差别的 用忍者布都能稳定 真跑起来连大将最新的RS3也稳定不住 在这里我放几个不同的稳定期的样片 你们猜猜型号是什么 如果有差距的话 希望大家在弹幕里面指出来 为了保证公平 这几个画面我就不标注稳定期型号了 这也造成了我的一个错觉 就是这段时间新的稳定期 更多讲究是图传 踢手 扩展 快拆 甚至是麦克风 补光灯 这样的周边功能 而本身的稳定功能都只敢拿来跟手持进行对比了 从来没有说跟上一代或者跟竞品对比 因为真的差别不会很大 要说差别大的话还是水平的问题 来我们看一个不懂的人的整活视频 每一代稳定期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效 以至于说同档次之间的稳定期竞争已经不再是友商 而是咸语了 只要你需求第一点 云鹤二 现在甚至只要900块钱就能买到个极品橙色的 从公司角度来说 不断的盲目投入新品研发是个结构性的风险 这个结构性的风险来源于 内部的过高无效研发成本 以及营销的利益输送 就会导致公司陷入一个无尽的内耗之中 我是觉得目前稳定期这个行业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必要不要乱出新品的阶段 从行业咨询角度来说 我觉得未来主要发展方向应该是发布新产品来填补自己产品线的空白 或者用新稳定期里面加入必须要更换的理由 比如说大江应该会发布一个类似于云鹤M3这样的小新稳定器 但是迭代速度也不会很快 至少不会快到云和M2M3 中间再夹个M2S这样的排列组合吧 同时大江RS3本身稳定上也没有什么区别 它比你升级的方法是把核心功能集成在稳定器里面 你不买新的稳定器的话 你就不能体验新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愿意忍受一点点这些不愉快的话 用旧稳定器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智云的工程师们你们要开始去找工作了 总结下来一句话 哎呀 智云没有新品可以不出 直接倒闭也是个好的选择 关于智云一些小小碎碎念 咱们评论区见